OK 剛剛講到這個電子股 我想問一下這個朱老師 你電子股你怎麼看 台積電呢 現在的時間大盤已經收盤了 那我們剛剛有講 收盤15353 對對 沒有破這個15165 所以基本上今天也是拉了一個下影線 那我們還是短線 還是15165重要的觀察 因為這兩天的疫情的關係很難漲 我們在技術面來講 對這個是最難掌控的 因為它不屬於我們技術面 是屬於消息面或心理的恐慌 那如果以電子股來講 也是我很贊成這個說法 現在的電子股很多真的跌得很深 好的電子股跌很深 不過在這裡要去接低接的話 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盤中追高 你每天開盤去開一個低價在那邊接 那你也不要也是一樣把資金要分配好 你不要說一次我就來接個五成 你先接個一成 假設資金你分十份來 那大概應該接不到第十份 如果你現在我剛剛講 14500你跌下去的話 你每10%去接一成 每10%接一成 不管是台積電 不管是聯發科也都一樣 你就是在相對的低點的地方去低接 那這當然也是一個策略 不過做這個策略的人 應該是對股市是蠻有信心 還有對基本面要很瞭解 不然的話一般的投資人散戶 可能你接了明天跌停板就受不了了 所以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如果目前比較跌的低的好多股票 那至於你要有把握 或者是買的比較安心一點 還是在技術面最好還是打一個底 有一個底底高 頭頭高 有一個這個支撐出來 至少知道市場上 大部分的人已經進來了 已經不讓它跌了 你可能會買的稍微高一點 但是你會買的比較安全 這是我們就技術面上面 給大家做的建議 所以指跌訊號其實觀察很重要 要有指跌 要有要有第二個底出來 第二個腳 而且剛才我也講 你上去還有很多壓力要克服 即使你買在第二個腳 可能也要抱一下 讓這個多方的力量 能夠真正的累積出來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比較大的一個漲幅 OK 阿斯貝你怎麼看 指跌指標 我們指跌指標 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疫情 現在疫情確診人數已經來到三位數 那目前都還在持續擴大中 那只要擴大的速度 我們說加速度 一百多兩百多三百多 或者跳八百多 那市場就會慢慢習慣 慢慢相信說 這個疫情可以被控制住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疫情反向減少 比如從兩百多降到一百多 甚至降到兩位數 現在已經很好了 降到兩位數 譬如說八十幾個確診 台灣再次展現防疫的這個 就大漲了 那如果降到一位數呢 那今天確診人數加八 你覺得他會會漲幾點 就非常可怕囉 那最後就出現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我們的梁朝偉的太太 關牛嘉玲什麼事情 大家最希望他出現 就是本獨確診 嘉玲 嘉玲 確診嘉玲 確診人數 之前大家每天看到嘉玲都習以為常 現在他多渴望嘉玲 對不對 所以嘉玲出現的時候 嘉玲凡是賣出訊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嘉玲出現 台股已經漲得差不多了 我說你現在從兩百降一百 二位數一位數的時候 是這個大幅反胎 那你可能還太怕 你還是覺得不懂的人 還是覺得說還是疫情 但是台股已經往上漲了 那你還在 還在懷疑的時候 從一百多又降到五十幾的時候 台股又往上漲了 這個時候已經搞不好先公科一萬六 一萬六千五 等到嘉玲出現的時候 可能當天又大漲五百 可能就尾聲了 因為我們說台股是一個短多殘空 因為再來就要跟全球的股市去做連結 那我們說這一波就是一樣 極跌我們就要選 之前跌最深的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之前 獲利好像沒有傳產好 但是只要價格夠低 看起來就夠便宜 所以現在電子股的優點 就是因為它的價格跌夠深 所以它的價值就浮現了 所以可以優先以電子股為主這樣子 OK 好 所以密切注意一下 梁朝偉旁邊的劉嘉玲 來問一下 那現在很多這個網友也在說話 要避險 台股跌那麼沉 0050也摔那麼重 我來買反一好不好 劉銘哥 對 我給各位 你通常在做反一的人 一般來講的話 你不太可能會去摸底 因為你在摸的過程中 只要指數一直漲 反一一直跌 低還有更低 所以很多人的流行的做法的話 都是第一根紅棒書 但問題是因為你假日的時間 也有收到比較大的一個震撼教育 就是確診人數的增加 所以當時的時候 你在今天早上你去看反一 那個勢必反一一定是一個跳空 那你其實每天在做的 其實就是在前一天去預測今天的跳空 去賺那個跳空 而不是去在跳空的時候 去幫它創造下一個跳空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在做反一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後知後覺 所以真正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做所謂的這個避險型的一個操作 我給各位另外一個 我聽到的這個市場上比較難過的一個說法 我記得電子是從四星KY 4月9號開始 跳空跌停之後 整個電子的人氣不見了 那那個時候資金就一批一批的往鋼鐵往航運走 好啦 結果到了五月初的時候 尤其是到五月五號 那個時候電子很多營收公佈 季報也開始公佈 有些好有些不好 很多人在倡導一個觀念 他說我們要來避險 他說我們怎麼避呢 我們把電子賣光 我們去追鋼鐵跟航運 真的真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那個時候的想法 都認為鋼鐵的獲利非常好 航運 可是殊不知我剛剛有跟各位唸過嘛 我從1990 然後到2000到2008到2010 怎麼會有人原物料是用本益比在看呢 原物料用股價淨值比啊 因為你今年可以賺這麼多 你不代表你明年或後年可以繼續賺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忍受那個EPS的波動的時候 他是要用淨值的角度去觀察 不幸的話各位 國據在1310塊的時候 他EPS好到報表 因為可以賺到100到120 如果你用100到120去看1300的國據的時候 他本益比只有10倍 對不對 就像你現在去看航運一樣啊 但是說兩倍三倍 對啊 殊不知 因為當時的國據股價淨值比11.6倍之後 就掉下來 這次陽明多少 9.3倍 當然因為國據是全世界前二大的電子 這個跟MLCC 可是航運股的陽明 他只是全世界第九大 他沒有辦法主導世界的價格 這個題外話 但我要跟各位來講 什麼叫避險 避險不是去殺一個已經跌四成的東西 去追一個漲四成的東西 一樣的道理啊 你現在去看壞你的這個大盤 所以你去買一個已經漲到三成多的一個反一 這個東西到最後一定被銷 只有一個可能性 現在有一些生技股 因為你可以知道明天後天大後天 疫情還會再繼續增加 那股價會怎麼反映你不知道 指數怎麼反映你不知道 但是生技股 你可能可以小買一些 但是做法上面你一定要跑短 因為一個不對就要走 對不對 因為不然為什麼去年有人被套在口袋 口罩股可以套這麼久 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唯一可以做避險的 只有生技而不是反一 所以生技現在也漲的一 開始漲了一波 但是你跑得掉 因為你跑得掉 因為這個疫情的消息出來 因為大盤是很多因素的總和 對不對 可能電子漲航運跌 但是生技股的話 它是有體材 但是你一看不對的時候 你就要走 之後再漲航運跌 再漲航運跌 2 4 2 操 contributions 2